謝謝 我覺得這家店讓我最驚豔的地方就是 它的服務很好 然後每一道肉都是由店員考慮 然後你可以吃得出就是沙朗的肥 然後牛舌的彈牙 然後還有其他就是包含瘦肉的味道 跟每一個都沾不同的醬 是一家非常齊全的燒肉店 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的橋 我是包伯 我是雯 我們今天來到了惠比壽 再來是排名非常高的燒肉 烏西米漬 這家店在塔北的路上有3.74的高位置 就是燒肉版裡面喔 首先它上了四道前菜 然後我們來試吃一下這個生的牛肉 它這個牛肉啊,感覺是熟成的 所以呢,它的牛肉味是有點淡淡的 可以去細細的品嘗 另外再來試吃一下這個加了美乃滋的蓮藕 這吃起來很清爽,而且口感很脆 那這個沙拉蠻特別的,要自己溶養 然後讓那個沙拉醬充分的跟蔬菜混合 它那個凱撒沙拉醬不會很濃 所以可以吃得出來這蔬菜有那麼的甜味 我們現在來的是前菜 那這邊呢,這是生肉的臥壽司 那這邊呢,就是有加生肉的芋甜 然後這上面也有魚竹醬,還有烏米 那我們就來吃吃看那個肉壽司啦 它那個肉啊,沒有多餘的調味 所以可以吃到那個肉原本沒有嚼勁的部分 非常的好吃 那我們來吃吃看那個加了魚竹醬的UK跟生肉吧 這個牛肉啊,跟海膽還有一間意外的搭配好吃 大家會有店員來幫我們烤這上面 看起來超級威猛的肉喔 肉有多大呢? 比正常成年男性的手還大 來吃這道剛剛直接噴火的沙朗牛肉吧 哇 哇,這個油脂真的非常的軟嫩 然後它的那個整個油的那個油花啊 然後一咬下去爆開啦 這個看起來就是牛肉三重肉啦 這家店的店員啊,會幫你烤肉 所以我覺得它的服務真的蠻好的 吃吃一下這個牛神 哇 這家的檸檬汁的這道肉 它這道肉啊,非常的有嚼勁 但是不會很老 然後配上上面的那個黑胡椒 還有剛剛撒的檸檬 非常的夠味 接下來這個肉的部位 所以它建議是直接沾芥末吃 那個好軟嫩的 天啊 吃一下海防這個用煙燻的肉片 嗯 那個木頭的炭香味 好 哇 它的肉啊,吃起來非常的扎實飽滿 但又不會太硬 然後搭配上它那個 燻的有一點點香 然後好像吃得出一點點酸味的那個氣味啊 我覺得很高級的食感 這家店的服務真的很精緻喔 它吃到中盤的時候啊 還給了一道看起來像甜點的東西 然後讓你解膩 繼續下半場 外面啊,是脆脆的餅乾 然後裡面呢 是有柚子風味的 很像起司奶油醬 吃起來還蠻解膩的 我們現在中盤的肉圓來了耶 好期待喔 它先烤過之後啊 再用那個白酒加海膽的醬汁下去煮到熟耶 它這個肉啊 除了有燒烤的香味之外啊 因為它最後有用煮過 所以呢,感覺上又有一點像那種果果的肉片 然後配上那個海膽的鹹味真的是太棒了 那我們這次稍後就直接加咖啡 沒有雷的一家店 這是我們的最後一道肉囉 你知道它的厚度跟結構看起來已經像是牛排了 然後我們來沾上這個 黑色的大蒜醬 哇,好香喔 哇 太好吃了 吃完燒肉的時候吃完都會有什麼東西 最後就用一個清爽的冷麵來修尾巴 嗯 嗯 油斷 呵呵呵 來吃一下這個看起來非常精緻的甜點吧 嗯 嗯 有點酷 它吃起來有點像是綿綿冰雪花冰 然後上面加了很多像是奶油的醬 我覺得超級特別的 以上就是這次介紹的無性蜜滋超級好吃的燒肉 我是文 我 大家再見囉 掰掰 吧 吧吧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